我們來看民眾黨的總統 參選任何問題 也在今天早起十一點 去中三回定期了 副總統的臨選是 東來的立委吳憲營 今年四十五回吳憲營 今年四月跟何問題 做會去美國訪問 十月又去美國參加美台 國風鑽約會議 東來的臨時議員說 他表現得不錯 有財經專業也了解 還有這個關係 跟何問題一天 來讓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總統 柯文哲 副總統吳憲營 若未合在軍閣飯店的 協商不成功 選擇破局 民眾黨總統參選 任何問題的呼籌 這麼確定是東來 立委吳憲營代表 在期十一點 到中三回定期參選 進步價值越來越大 身為在野勢力的領袖 我有責任挺身而出 和大家一無反顧 拼一次 過去我也支持民進黨 我從來沒有想過 有一天我必須站在 民進黨政府的對地面 看行為確定 今年四十五個吳憲營 是新疆一團的錢金 過去百祖國 新疆民主保險公司的 副總經理 今年四個 對國文體去訪問美國 在十幾國文體第二面 美國細部紀錄 吳憲營是合相配合 跟美國黨部代表參加 比台國香港入會期 只能將美國之行 都讓東來任何表現不錯 它全程是 在京和國際關係 剛好跟國文體合佈 反正國文體 日本司機下 後來吳憲營就是 民眾黨的小米欣 非常高興 這個副主席 給我在這一年來 立法院所做的肯定 最後五十天 一天當五天用 在立委期間 他的優惠表現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今年七月 台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的身份 在歐洲議會 為台灣發聲 強調台灣的立場 我相信 他會是我們一起 為下一個世代打拼 一起贏下 台灣的未來的經歷夥伴 國文體在這段 一直跟鴻海 創辦人過來面記憑 總統代算定期最好一家 的齊氣 有夠夠貴臺民出來 貴臺民的付出 落配合要來 國國立立定期進行 最好突然 確定國文體付出的連算 跟貴臺民的後一步 國文體付出的贏大 進行百點贏 從Yahoo 阿泰区當事總經理 九開年 台北市政府市長第二家 經營辦公室總幹事 五三三 甚至是落配合 最好確定是五行 Yahoo 合國文體付出三大條件 如性 中南部 企業界 記者 中海部都 咱想 人公併 馬上 人公併 我 公併